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 美国政府将公布美墨协议内容的更多细节 他说在此前对外公布的内容当中 有一些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并没有提及 将在合适的时间来公布 特朗普8号在推特上宣称 墨西哥已经同意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然而彭博社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墨联合声明中 并未提及农产品贸易问题 而且三名墨西哥官员也表示 他们不知道还有此类的附加协议 针对纽约时报有关美墨达成的最新协议 大部分内容墨西哥方面早就同意地报道 特朗普指责称这又是一个假新闻